娱乐圈偷看女星的男星,曾志伟猥琐,包贝尔看了一次还要看。 十年后表情还是那么渐变。 极速丑闻经典不屑表情包小弟弟长大了。 现在的他长这样。 还记得在十年前, 游车泰炫及嫖宝音主演的喜剧电影极速丑闻吗? 里面的这个小红星因为太会演,不屑的表情被网友拿来做表情包,可说是表情包中的经典。 而如今他已经长大了,再做回以前一样的不屑表情,会怎样的呢? 极速丑闻故事是饰演DJ主持人的车泰炫,靠住饰演17岁未婚妈妈听众的朴宝音,表示自己在单亲家庭长大,想和亲生父亲相认,没想到最后发现他的生父竟然就是车泰炫自己本人。 本来是黄金单身汉的DJ车泰炫,多出个女儿就算了,还有个孙子,跳极城阿宫的晴天霹雳喜剧实在超搞笑。 当时还是童星的王希炫就是饰演朴宝英的儿子,他嘴角上扬勾起,一生的欠变模样,肉肉的脸蛋,加上萌度满脸的不屑表情,成为网友们疯传的超夯表情包。 当时人小鬼大的弟弟,如今消去婴儿肥,已经成长成16岁的小帅哥了。 这次与其他年轻演艺人一同参与综艺节目《逃出潮学3》,出演电影过后,由于学业的关系,就暂停了演艺活动,也表示在学校也跟朋友们处得很好。 他在节目里重演耻笑的经典片段,勾起大家满满的回忆呢……。 不少网友表示,真的是暴风成长,小男孩长大了,我也老了…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